各位彼丘师父 各位彼丘尼师父 各位居士 各位撒弥师父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法谈 关于我们拜水灿 新年拜水灿 它的意义跟我们对于人生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昨天说到过年好像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那个复始对我们人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死 我这一年当中我有我希望要完成的工作 或者我希望改革的事情 但是没有做得很好 这就是一个预言复始之后我要万象更新的 更新第一步 第二个是什么呢 有什么我不该做的 结果我过度的贪嗔痴 我过度的放逸无知 那么才造成我没有什么好的成绩 好的成果 希望做而没有做得好的 或者是根本不应该做而你做了的 不一定就是恶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元复始 就是又来重新一个开始 你拥有了再一次的机会 人生在这个过年当中要有这种念 要有这种念之 拥有了一次机会 那我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冲一下 把它什么 把它的一整年当中呢 我过去那一年没有成功的 不该做的我做了 该做的我没做好 该改革的我没改革 那么呢 结果该维持的善 没有维持这个善 这几样 所谓的 恶我造了 或者不当的事情我做了 那么呢 我要怎么改革 哎呀 我知道那是不对的 我要怎么改革 那么我想改革的 我没改好 那么呢 我应该做的更好的 我没做好 那什么原因 哎呀放逸 哎呀对人生的那个警觉啊 我没有安排好 你要知道 那个你看人家在 人家在这个 我那个 古代有了 现在其实也有 有倒茶 倒一杯茶 放在那个小杯子上面 甚至于古时候 那个小杯子啊 上面还放了一个铜钱 那个铜钱呢 中间一个方方的孔 他就把那个方 他就把铜钱放在那个 那个杯子上面 还只是在一个方孔 然后他可以拿那个茶杯 拿起来 拿茶物拿起来 高高的这样 啾 一水那种 啾 就进入那个洞 然后 那我们说 当年呢 释迦佛啊 他射箭的时候啊 他那力道很强 他把那一道 这个箭把射穿了 还射到第二个箭把 再把第二个箭把射穿 到第三个箭把才射住 射住了之后呢 中间不就一个洞了吗 前面两个箭把 被他射到一个洞了吗 当年的箭把不是用木头 是用那个草 很厚很厚的草这样编的 然后呢 你就剩下那个洞而已 他眼睛非常好 他第二支箭 第二支箭呢 照样在射 射穿第一个箭把的洞 那个洞 同一个洞 然后他射穿第二个洞 第三个箭把上面的那支箭呢 的尾巴 他直接从尾巴这样穿过去 把第一支箭给 射成两半 哇 这眼力 手臂力 定力 心力 终究起来是那个心力 很强 那么世间人 可怕没这个能耐 但是呢 我刚讲那个倒茶 能够这样做 你看这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有一定的训练方法 按部就班来的 我们可能每一年 都在检讨 哎呀 我去年我想要改 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成功 然后又隔了第二年的时候 你又再重样的这样说一遍 哎呀 我想要改 我想要做的 没成功 我们一再的是有心 想要让自己成功 但是呢 一直没成功 我第一次意识到会这样的时候呢 是我小学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小学老师 曾老师 现在还是有在联络 在line上面联络 他七十几岁 他就把我叫来 某人 来 你看看你写的日记 然后才有翻出一本 我上个学习写的 你看几乎一模一样 你都在检讨 检讨一模一样的事情 你怎么自己想写的事情 都一模一样 你都没改 小时候不太感觉怎么样 后来渐渐长大的时候 就有点累 我写日记写到小学六年级 写到国中 后来国中也太忙了 开始写小笔记 就没有写日记 写小笔记 随时拿了随时写 这样子 一直写到大学 然后 好了就这样写 那时候还不太懂 但我记得到了稍后长一点 大概就在读国中的时候 我开始意识到说 要改变自己 你那个定性定下来了 你改不了 改不了 那为什么改不了 我们有心要改 我们改不了 好了第一次意识到这样 第二次意识到的是最 差不多三年前 差不多五年前 五年前呢 我们那个蒋介石老先生 他家的 他自己的日记 在纽约保存着 由家族同意签章 说他影响中国近代史 那么签出来之后 这写出来之后 同意被人家抄 拿去抄 我有一信徒 他在辅大 当历史系的系主任 那么他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 他没有什么政治取向 他是南部的恒春 恒春那边的人 人很忠厚老实 林同法先生 然后他就跑到美国去 他跟我说他在抄那个 他不让影印 他只能抄 各自的人 大陆的也有去研究 怎么样 当然这样 那么他里头想到了 他里头有日记 几乎一字不改的 讲了一件事情 一类事情 这类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看起来也想要改革自己 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想要改革自己 那么每一次呢 你知道那个二十多岁的人 三十多岁的人 那个时候 我忘记了他是去日本回来 还是还没去日本 我忘记了 总而言之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做一个军人了 那么说实在话 他程度并不高 跟毛主席 毛泽东先生比起来的话 他狠也不够狠 程度也不够高 这是历史未来一定可以评鉴的出来的 所以说这一定有因缘 这两个兄弟干架 你会输得这么惨 这也是有原因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看出来 他想要努力做好 他就说 他今天又去外面呢 为什么这样子又偷看女生 他你这个都写 为什么去偷看女生 我真是王八蛋 他自己骂自己 我要做为国为民的人 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君子呢 今天写了这样 两天后 他要说 我真是王八蛋 我又继续做了这种事 他要这样写 那么你读出什么 如果研究历史人来讲 他在小恩小义的细节上面 要求自己 他没有看到他自己更缺的是什么 这第一个 那这件事情他就输了 但是如果以自我修养这件事情来讲 他有心想修养 这件事情倒对了 但是呢 为什么他会一再地重复 他就对应我小时候 小三写的日记不也一样吗 那他是我小三的程度而已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两个原因 负面的原因是 人的习性限制了你 从过去世到今生 他就限制你 限制你之后 你的习性就推着你呢 完全无法停止 你看你吃肉 现在我们 现在抽烟 吃肉喝酒 你知道那个工人 在楼上 我那楼上工作 离我可以离四层楼高 要不就怎样 要不就在山门口 他抽了一支烟 走进来的时候 走进来 他从我面前 骑机车这样走进来 我就站在这 他从门口 山门口把烟丢掉 有一次我刚刚问到一个这样 山门口把烟丢掉 骑机车骑进来 到大辽后面 我站在那里 我就可以闻到 他身上的烟味 但他不觉得啊 你看那个吃肉 那个肉是很昏腥 很臭的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好吃呢 喜气啊 你不觉得啊 会喝酒 一直要塞 一直要吃 这就是习性 诸位 所以你说你要改 这是真的是 你有点小善根 你我都有 蒋介石也有 马泽东日记我没看过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这样子 那他有 但是改不过啊 第一个 你受习气所限 那你毫无武器 你没有能耐 你没有能耐 就好像你已经在 你已经在滑水道当中 那个水都往下 而且是拨迁的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水槽 那你从玩过那水上乐园吗 玩过没有 你没玩过啊 那就玩看看啦 然后你就坐在上面 你刚坐下来的时候 屁股刚着那个滑水道 你几乎就停不住了 因为他滑呀 嘘就下去了 他一直拨水 一直拨水 一直水一直流出来 你怎么停得住呢 你心里想停 那个夜流之水啊 还有你的习性之潮啊 这两样合起来 习性的潮 夜流的水 夜流水是什么 你爱你恨的人 一直冒出来啊 这个人你爱 那个人你恨 那么你的习气 又是习于爱与恨 你看到这个 过去是所爱的人 你就动不住 你就停不住 你就飞去爱不可 你遇到那个 过去恨的人 你就莫名其妙讨厌他 遇到那个 有爱有恨的人 最惨的是先爱后恨 很多人在点头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最惨的就是先爱后恨 爱爱爱 把那个爱的 的feel用完了 爱的感觉用完了 第一个 第一个人写这样的故事的人是 聊灾自义 沈父嘛 这沈父写在谁 不是沈父啊 谁啊 财松林写的 财松林写的 不是财松林啊 那个什么 什么林啊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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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就是煎炒的煎 煎啊炸啊那个煎 香煎熬的嘛 那爱用尽了 恨就先闲了 可是呢 已经约定好做夫妻了 离不开 恨啊 夜水流着 你停不住 你的习性 你的习性呢 是那个潮 滑溜溜的潮 从上往下 习性 那么夜感 是那个水 再推 这一推 停也停不住 就这样轮回 你毫无能力啊 脚去撑手去抓都没用啊 所以你干脆算了 无能为力 算了 你看多少戒烟失败的 减肥失败的 要改早睡 结果每一天都晚睡 改早睡 改睡眠习惯失败的 嗯 多少多少的习性上的失败 都是这样 你无人为力 这就是习性 跟夜水 夜感 推动 你挡不住 滔滔天下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 佛法 佛法用什么方法 用好几个复杂的方法 用好几个方法 可以组合 第一种 发怨 生忏悔 就是我们今天拜赛讲 那个忏悔心 怨心 先要有怨 说我要改 你想要改的心都没有 你怎么改啊 对不对 我要改 那蒋老先生也想要改 当时是蒋少年 蒋青年 他也想改 但光有怨没有用 这只是升起第一个怨 是这样 这个怨还要再真正加强 有的人怨是散散缩缩 有也好 没有也算了 那这个也不强 也不行 要强而有力的怨 那就是什么呢 为利益众生而立的怨 这才强 所以这就是发菩提心怨 把怨再加上菩提心 这叫菩提心怨 也就是说 我的改变的成功 不是我个人得利益 是我所亲爱的人 包括我的父母 这滔滔天下 他的痛就是我的痛 这样子的众生父母 所以一再地要观察 我跟众生的互动关系 跟我 我是他的父母 他是我的父母 我是他的儿女 他也是我的儿女的 这样子的观察 那古来古得讲说 要观察自己的母亲 再观察自己的父亲 从亲人开始观察 所以你如果失败 你的亲人也将会很痛苦 也将会受苦 你要这样观察 你那个怨才会强 所以怨是第一 那么他上面也讲怨 第二 对于你所不能的部分 或该做到没做到 该改而没改的 一元赴死万象更新 跟不了新啊 无法reset更新 没办法更新 那这个要生惭愧 他《忏法》里头也讲了 要生惭愧 强步的惭愧 没有那个所谓的 我改不了的 你要知道 你都想成佛了 哪有你改不了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第三个信心 你都可以成佛 哪有什么业力改不了 你都要立一切众生 他是你爹你娘 你的丈夫 你的儿女 你的妻子 你都改不了他 那你要改谁 你都帮不了他 你能帮不了谁 你还帮不了谁 你改了就能帮了他 你说你帮不了他 就是你没改 你要相信这个道理 相信这种因果道理 你改不了你周边 你所爱 你所在意的任何人 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力量不足 不是他 这人夹中长 不可能 这个人业障重 我老公师父 你不知道我老公 根本就是太恐怖了 业障太重了 我过去太晚 学佛了 我才嫁给这种男人 错 你业障亲也一样 除非你要出家 不然你们自然会吸引 你就会这样 那个没得重来 那么今天他改不了 就是因为你 就这样而已 这个就是大秤人 他发起大的信心说 改不了一定是我能力弄错了 我能力还没用出来 我方法没弄对 所以你看哦 愿心 菩提心 愿改之心 再来加一个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再来信心 这三心一定要具足 三心具足 尤其是信心之后 你怎么样坚固你的信心 决心 来坚固你的信心 没有那个有信心没决心的 那这样就等于没信心 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了 要不要去 再看看 那加上你的相信没有意义 你懂吗 我一定要去 我相信 这才有用啊 是不是啊 所以信心接的那个决心 要引申出来 你自己要检讨这四个心 真正想忏悔的心 为利益众生的心 信心成立 知道一定能改 接着决心说要改 这四种心都放在眼前了 那才有机会 佛法 你这四个是佛法要教你 但是通于人间的一般 通于人间一般 然后接着呢 哎 来了 佛法就给你方法 什么方法 听闻道理 改变环境 与你善知识学佛人在一起 首先你要怎么样 要发怨想改 对不对 我刚刚讲第一个怨心 叫你要怎么样 皈依三宝 嘿嘿 这才真相 皈依是一种怨心啊 万倍 什么叫皈依三宝啊 明天后天 后天下午就要皈依三宝 会在这里 要去登记的人 现在自入性行销 赶快去什么 做登记 要皈依的人赶快去 那个静人还没皈依的 齐章你还没皈依的 要去登记 那么 我会讲那个皈依的道理 那你就会 整个人生当中 就建立了一个正确的怨心 什么怨心呢 我呢 要照佛法的方式 来 一元赴死万象更新 这个时候才有办法 要没有这样 你没有 你要宣示 你那个怨才会真实 那你才有机会 有力道 所以第一个就是 那个怨心要把它坚固 它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皈依 所以这皈依是一件 很深奥的事情 它要翻转你的生命的 根本方向跟结构 为什么 你平常的结构是什么 就无所谓啊 能赚钱 养家糊口 社会有点小地位 然后呢 最后生儿育女 教育儿女 变成你人生的目标 等到儿女长大了 你就进入空潮期 他们飞走了 说 谢谢 妈妈 谢谢 每个过年过节 打个电话回来 你这个做爹娘 就已经感激涕淋了 已经好难得了 偶尔气起来 还连打个电话 都不打给你了 所以你就变成 它是你老祖宗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开始就在雇什么 你雇你的身体 把年轻的时候 耗掉健康 所赚来的钱呢 这次再把这个钱 再去买健康回来 一路这样忙忙碌碌 忙到木然 想要回首都没力量 那就进棺材了 你看你的一生 哪有什么目标 没有 但是归一呢 就不同了 归一就给你一个万象更新 是一个什么样的更新 是一个生命的更新 然后就呈成一个大愿力 这个愿力才有办法 用在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你去思考 我作为归一弟子 到底我向于佛法走近 还走远 我到底有没有利用佛法力量 让我走 还是只是照顾老公 照顾儿子 还照顾我的家庭 就这样照顾照顾再照顾 责任责任再责任 哪一件事情 我为我自己 那个归一当年的怨心着想 太多太多佛教徒 过了累掉了的日子 过了一日过世一日 而不知道在干嘛的日子 最后也跟世俗人 没有太差别 那为什么 因为他就没有意念 这种归一的怨心 所以每一年 过年 只是意味着忙碌 或者你来参加一下 拜餐 熏一下而已 你没有在你内心里 就产生一个改革的想法 那么这就是我们过年 希望给大家一个 一元父始 万象更新 这种万象更新的机会 你要有愿了 你已经归一了 还没归一的去补 赶快去签单子 去准备归一 那么已经归一的 你要按照我这样想 那你就要这样想 从今天开始 晚上还有一个晚课 还有一个法谈 那我呢 要不要去增长我的智慧 要不要增加我的力量 现在我不要回去 我不要再回去 回去了有电视 回去了有美食 回去了还有荤食 那你就吃了之后颠倒 那么就怎么样 哎呀 不要 这叫做佛法第二个方式 让你换环境 换思考 换了环境就换了思考 人一定是这样 我们说换了屁股 换了脑袋 是在骂政治人物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就是因为角度不同 他就这样换个角度 要换个角度 所以要在寺院里 过年为什么要 为什么我们把时间拉开 我们不要那么紧的这样拜 怕把你们吓跑 也不要让我们失误太累 过年嘛 大家情绪不要崩那么紧 所以我们把时间拉开 下午三点才拜 不是我们放逸 是要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在这个环境当中 借这个环境 思考自己 改革自己 给自己未来一年定新的目标 强力的成立一个 改革自新的方向 具体的作为 在你心中念念的升起 十多年前 在千华寺的时候 我们就立这样子的一个 过年的一个法会形式 我就讲过 是为了目的是这个 让你在寺院里头的环境当中 改变你的身 接着改变你的心 你身体不在那些 玩乐的家庭里头了 不在那些倾藤好友 约来约去哪里玩呢 他说万佛寺好远 但是呢 隔天之后 他跑到日本去照相照业 一点都不远 你看看 奇怪了 他就这样想的 你懂意思吗 很惨 万佛寺很远 日本很近 他的想法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很近 为什么很近 因为那里很放逸啊 很漂亮啊 日本人基本上 环境整理都很好 他们的性格上是这样子 这点我们要学 华人要学 但是呢 那你就喜欢嘛 因为对比之下 那里有温讯嘛 再来年是华人在过 他们没有过这种年 他们基本没有过 所以那里呢 生活就一般一般 不会人挤人 对不对 你就觉得好棒啊 好放松啊 你看 这充其量叫放逸 是不是 那放逸偶尔一两天还可以 你正在这节骨眼上面 万象更新的 更新的节骨眼上 你不要放逸啊 你来示你嘛 我让你也怎么样 轻松一点嘛 不要把你吓到 所以应该找你的亲朋好友 那么中午吃完饭啊 到处晃晃走走啊 感觉感觉啊 山林啊 以前千华寺是那个样 现在万佛寺是这个样 各有优缺点啊 各有吸引人之处啊 那万佛寺也不会太好 太难看嘛 对不对 那你就在那里 感受一下 人生 一定要有这种停止的时候 继续返除 所以在用那个三天半的时间 要你来住着 其实目的是这样 人家你看看 人家从北京来了 从什么英国转机过来了 从德国转机过来了 人家来都来了 你们这台北的高雄的 还闲远 居然还有台南的闲远 我简直晕了 这是一个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的美意是怎样 当然我们事物也不在 不关乎说 你们来的人啊 有没有这样做 我们还是修我们的 我们也算是报佛恩 一起来送这个 这个 这个 施药品 金刚经 拜这个水灿 这事物倒是没什么 没什么分别想 但是呢 这个法会 过年的法会 有它特别的用意 消灾 新年消灾 的一个 祈福的一个法会 讲是这样讲 为什么能消灾 因为我要改过自新啊 为什么能够祈福 因为我发愿当来 发愿未来 发善愿为众生 我一年 我未来的一年 就在这个时候 我发这个好的愿啊 是这样 这就是师父呢 在这个新年当中 让大家来拜 我想别的寺院 虽然不讲啦 不去讲 我想都离不开 这个根本用意 一年之计 再于春嘛 一般来讲说 过年等于开春的意思 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要让大家务必能了解 那么它的开始 是从一个深刻的发愿 改往修来 这样来的 那么你的那个愿心重 那就是水灿上面讲 沉重劳轻 求生愿达 你那个诚恳心 就愿心很重 那就诚恳心很强啊 沉重 那劳就轻 你就不会觉得心劳 不会觉得累 好样 你就不会觉得累 出家 你喜欢出家生活 你看他好像 好早起来 好晚睡觉 忙众生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累啊 那都他该做 他喜欢做的 沉重劳轻 劳累就起 不要站在外面看 要发那个 要发那个兼顾的愿 接着呢 来那么共修 就是产生行动 你要知道 产生行动是什么 就是清净善知识 不一定是师父我啦 其他师父 其他同参道友 你们要向大陆来的 居士学习啊 人家你看怎么样 这么远来 不嫌累 不嫌不方便 不会嫌不方便 不会嫌人生地不熟 不会嫌着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饮食不习惯 今天好像有 大陆的居士 弄那比较辣的 那个菜啊 那我们学习书 一吃了一口之后 咳嗽了五分钟 是这样子的 那我已经吃了一下 是有点辣 那我心里头 我是产生什么想法 我产生说 哎呀 人家很不简单 干什么 人家本来吃这么辣的 在台湾吃的 都一点不辣 那你想想看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说 他可能吃的不习惯 人家不习惯了 人家还来 还敢来 那可见人家是求道新生 心很坚固 那么台湾呢 可能环境也好 过去也算是自由惯了 那现在居士很会挑啊 挑哪里住的好 哪里吃的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要跟人家学习 都跟人家学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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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子 要用心去实践 好 那实践是什么呢 实践就是要有善知识 学习同行善知识也好 指导你的善知识也好 我告诉诸位 我还有我的戒指 出家戒指 他在网路上面公开写 当他 你看哦 我的戒指 你看他出家能多久 十年以内的事 我都做三师 结魔和尚 甚至于我还做 好吧 就算只是做那个尊正师好了 那戒指都在十年以内的很多 他现在已经在外面红发 他也跟居士 也不是说抱怨 就是说明 说哎呀 我感慨我业障重 没有善知识指导我 这个话 他还年轻 还不懂 其实你要知道 能够改革自己的 除了那个愿之外 一定要有环境 环境 尤其是人的环境 这叫做善知识的 同行也好 或者指导的老师也好 护持的也好的 这种善知识 这是怎么来 你要找到一个同行者 不是在原点等待 吆喝 有谁要跟我一起走 来我们一起去 不是 人生的 人生当中的同行者 只有一种方式 你能找得到 你必须去做 你先去做 才会有同行者 没有去做 不会有同行者 站在原地 呼唤 谁要来一起走 没有人会跟你走 因为谁知道那条路可以走 谁知道那条路 走下去 不会死得很惨 没有人会听你吆喝就走 只有你开始走了 你在路上 才会遇到同行者 你不上路 你遇不到同行者 所以修行人 你我都是修行人 在家出家 其实都一样 你不要去感叹 你的善知识 有还是无 你都没修 善知识出现 你也看不到 所以你得去行 你得先自己生一把火 去实践 去行 那他的同行才会来 所以呢 外向更新 那个能更新的 你得开始去更新 依着愿就要开始更新 这个时候心中产生了 不要埋怨 为什么没人来帮我 没人来教我 没人来支持我 你不要这样想 你要这样想 我走下去 自然就会看到 听到 感觉到 感应到 能够帮助我的人 唯有在路上 才会有这个路上的人 跟你同行 唯有在修行份上 才会有在这修行份上 的实践上 能帮你实践的人 无论是同行的 还是指导你 所以就不要去感叹 没有老师 没有师父 相应的师父 你要知道 你都没有去实践修行 你怎么去等待相应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实践 修 要外向更新 你跟不来 跟动不了 是因为 没有善知识 是帮你忙 这个所谓的没善知识 是因为 你没有真心去实践一个改革 愿力有了 但是还没动作 所以信 愿 要行 这个愿之后要行 那你说 那就力量还是不够啊 对 还是不够 那就要行对法门 行的时候呢 刚开始行 也不能方向错嘛 我们说 我要一个同行者 去台北 结果你往高雄去 那当然你的同行者 一定是错误的啊 你说你要解脱 结果你去修 补挂 你去修算命 你去找鬼神 那当然感应来的是道士啊 不会是师父啊 懂意思吗 感应来就这样 我看过有这种居士 他要的都是这些感应 哪怕是喇嘛师傅 他喜欢亲近喇嘛师傅 也不是因为喇嘛师傅的教法 喇嘛师傅的教法 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我们没有批评 我只是说 他哪怕是喜欢喇嘛师傅 是因为喇嘛师傅有什么感应 最后呢 他一定是 拙在那个感应上 而不是 在佛法的修行解脱上 感应是靠外力 要讲感应 三宝 佛陀的感应 难道会少于鬼神吗 那佛陀最慈悲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的感应都来个鬼神 都觉得这么有用 那这样一定佛陀不慈悲了 因为佛陀你有问题 佛陀都不给你个感应 还得要那些鬼神给你感应 结果你现在觉得 鬼神的感应好过佛 所以你才会亲近鬼神嘛 你才会相信那些护法嘛 那可见你觉得你弃佛而去了 你以感应的有无来做选择 你嘴里说你是佛教徒 哪有 你的标准是以感应的快 慢 鬼神的有无 加持的有无 这种鬼神感应 作为选项 作为标准的啊 这样的话 不要说你学什么 你学喇嘛教 你学险教 你学小秤教 那通通还是违背佛教 虽然嘴里讲的是佛法 即便你在拜颤 你要的是那种鬼神式的感应 那也有问题 所以不是的 不是有感应来 是由你的那个听闻佛法 然后自己去动作那个什么 千层的心动你的膝盖 动你的腰 动你的嘴 该诵经诵经 该拜颤拜颤 该去寺院里头用你的身体 该去寺院里头去怎么样呢 去护持佛法 修福报 有了福报之后 烦恼心就降低 佛世尊讲的道理 透过老师 透过师父的嘴里讲出来之后 你就会感应得到 听得懂入得了心 不然你烦烦恼恼 福报不够 听经再多 左边进右边出 一个烦恼重 一个没有福报的人 他就没有那样子的 承载的心的能力 去承载一个能解脱的教法 就难 为什么 你没福报 没福报 就好像什么 我好的甘露水给你 甘露瓶给你 你连拿一个好杯子来装 都装不了 都没有 都是脏兮兮的杯子 我怎么甘露进去 还是污染掉 什么叫做好的杯子 要有点福报 买得起一个好杯子 保温杯 这个是很好的补汤 冷冷的喝 效果减半 要热热的喝 可是你那个保温瓶 你都没有 你没福报 你装不了这个保温 这种有甘露的补汤 你无法装 所以古来祖师就讲 福能够润会 你要去实践 你说有什么善知识 你要讲的是什么感应 你自己有福报 感应就来 福至 怎么样 心灵 有没有 什么叫心能够灵 灵就是灵敏 不可思议 这叫灵 灵光嘛 我们说灵光嘛 福至 就心灵 你看 福有了之后 心才会灵 你看你跟他讲什么 跟他讲什么 他讲了讲了 他睡着了 你们昨天看到了 你跟他讲了 讲三分钟 他就可以睡到摔下来 从椅子上摔下来 都可以这样 昨天法谈 他在问问题 问完了 他负责问完了之后 他就开始睡 我讲了个 讲了嘴巴都快破掉 他睡到 呼啦啦 从椅子上摔下来 够厉害 那就是为什么 因为苛刻 看待事情苛刻 没福报 不去动作 不去语言行善 居士也更是要如此 我们居士都会说 我没有输那个福报 我没有办法出家 你都会说没福报 你还不修福 就比如这个意思 所以去修福 所以这是自己去做的 该拜灿 该诵经 你就要去做 平常你拜灿诵经 得不到心法 教法上面的感动 这就因为福报还不足 智慧还没开 那就要去怎么样 寺院里头去做智工 修福 万佛是都提供了这个机会 处处提供了所有的 都是为了一整合 给居士们平常能够修行身上 但我没有用强迫的方法 也没有用组织的方法 为什么 第一个 这样是太假 这要你自己懂 所以今天再说一遍 录影下来 放在YouTube上 大家要看懂 一定要 这就是方法 所以实践 你要去操作 就是实践 所以才会感应上来 这才真感应 佛门讲的感应 是这样子的感应 是你的心 复制之后 心能够灵的感应 自然再怎么简单的道理 能够在你内心里 产生很强大的什么 自我成长的认知 那是非常好 我们的居士 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机会 每个礼拜 那是非常辛苦的 你要知道吗 成为居士每个礼拜 他没有一个礼拜 他不在庙上 不在寺里 为什么 来了就要找他 因为他在现场工作多 那么人家都要告诉你 怎么做怎么做 是教你怎么修 你不是来帮他忙的 你来帮你自己的 不是在帮他 也不要去看他说 他是你薪水的 你不要这样讲 他要过日子 我们要赞助他 他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在寺院里 他不是这里的工人 其实是我们请他协助 来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他个人有时候讲话 稀里哗啦的 不好听 那你要当做什么 当做消你自己的业 因为那跟他无关 跟你有关而已 你要得你自己的 你懂吗 他跟你讲好话 你会损福报 他跟你骂一骂 你反而消业障 增福报 要这样想 所以不应该 依人的好坏而来去 要依你自己 这是你自己在实现 师父开这个法门 开这样子的法门 就在教导诸位 赶快赔福 两岸的居士 都要这样努力的赔福 赔福福报一够 什么生活就很安宁 也不会有战争 也不会有对抗 你自然就会改变 你下一次 投胎出来的小孩子 是有福报的小孩 两岸都会有福报的小孩 他们自然有福报 就不会去打架 也不会去吵架 这样想 这是一个长远的 外向更新 所以我们佛教 是能够这样扎扎实实的 是带动整个社会人形的转变 那么这个都是从新年的拜灿 做发想 很重要 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今天诸位来 我是建议是这样 一定要把每一年的外向更新 重新洗涤 建立心灵的新方向 作为每一年来到这里的重要工作 不是表面上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 拜灿的表面动作而已 那么这个跟大家讲到这里 剩下一个五分钟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子 就是说 昨天有跟大家讲 因为每一天来的人不太一样 就是说 我们修福报 当然还有所谓的 你用你的金钱修福报 道场 要对十方木画金钱 也就是要结十方的圆 所以师父是画圆 圆就要有个关系 最容易的关系就是建设道场 让大家眼见耳闻深感受 能够感受到什么 感受到这个佛法的庄严 那他就需要一些具象的事物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多宝塔 因为我们道场的是 教学天台是以这个 天台又以法华为本 所以说那七楼呢 以上那就是一个法华的场域 修道之场 法华的不思义 用一个法华经里头的 不思义的道理 用个具体的形象给你看 所以远远的放光的时候 晚上放光 你如果从玉井 从南西街上看 你会看到是一个宫殿 浮在半空中 那个感觉 那这就是让你心中产生一种 神秘景仰赞叹 欢喜随学 跟随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那这就在度众生了 那这些呢 就需要你们金钱上的支柱 那金钱上的支柱呢 并不是师父来要你们的钱 你们谁有钱 谁没钱 我不知道 可是呢 需要花你们的这一念钱 来成就这个佛源 也就是要帮助诸位 帮助你的儿孙 最好的方式是怎样 你要你的儿女 存一点钱 然后用我们的化波 或者他亲自来 干嘛 来供养 你比如说一片瓦一千块 你比如说一个斗狗 十五万 你不要说它贵 因为它就价格就是这样 因为它材质什么什么 好 那么呢 一个封 封林已经结束了 那个点灯 一万五 好多好多 好多项目 有一万五 有一千 有十五万 那么你呢 要发那个心 随你的能力 你去做 让你的儿孙 自己知道在做 即便是他没钱 你要拿钱给他 监督 告知他 自己欢喜的去化波 叫他写什么 教他写 让他懂 心里头真正懂 这叫做教他修福报 你福报修在你身上也很需要 你也要让儿女去修福报 我更在意这个 为什么 因为国家是年轻人未来的 年轻人未来要主持这个国家社会 那他要没福报 你也好不了 你福报多的是 多得很好 你住高楼洋房 你住别墅 外面乱糟糟都是垃圾 你也出不了你的家门 所以儿女的修福报 要从小就要什么 就要让他熟悉 所以万佛寺的建设 是的 很慢 因为等待诸位的缘 都在等待诸位的缘 有的人能力多 你多捐一点 你能力有限 按照你的能力来捐 为什么我们办法会 要让你们来吃饭 有的甚至于没有立排位 像七月十五的立排位 我们也不收钱 为什么 修行的事跟钱没关 那我现在讲的 也是跟钱无关 不过透过钱的方式 来画你们的佛缘 让你们来支持这个建设 让这个建设度更多的人 那就是你们居士 在跟师父一起合作 成就度化众生的因缘 所以过年 应该在寺院里 不要把那个钱 拿去做郊游 旅游 车费 吃喝 花掉 太可惜了 而且是造业 你吃荤又是造业 应该倒过来 过年应该把那些红包钱 拿去怎么样 供养三宝 所以有种种 那么呢 也有印经 印经是五行的道场建设 法华经用 这个这个这个 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金泥版本 而且是调整到最适合 诵经用的 从材质 从内文上面的 小部分的小调整 都非常的配合 我们将来诵经 可以大利益 那么呢 他也只容许一千部 开出一千部的标准 他那个就是 印一部是一部的 一部的那个什么 应该说权力经嘛 所以我们就跟他谈 是一千部 那也没有多 你应该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 为他们而立 这是修福的同时 又修智慧 所谓的书写流通供养 讲说 奉辞 这五种方法里头的书写流通 建立你的儿女 你自己 跟这个成佛的根本经典 结上因缘 那就这些需要你这样做 那还有佛说 人有二十难 二十种难 比如说富贵学道难 遇得经法难 修行大秤难 等等这些很难 那你都有了 要生难招之想 那么这个什么呢 中央研究院的一位 文史研究的教授 他还是钻科家 也是书法家 他钻科雕好了之后 盖起来 我们贴在那里 有没有看到 金箔的 有没有 很庄严 如果你只是要买那个的话 那是一百五而已 很便宜 你自己回去表 那如果你捐款 一千块以上 就怎么样 就送你一服 如果你只能捐五百块 可是你又很想要 那怎么办 你偷偷的跟我们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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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的事务 征绩事务讲 让他法外施恩 那他就会偷偷给你 就告诉他会告诉你 不要跟方上和尚讲 这样 他就会送你了 讲是讲目标一千块 谁缘呢 你真的想要 没关系 如果只是请的话 那一百五 是这样 目前只做两千份 那他只来了五百份 这一期只来五百份 万一没有 等一下 让远路的人先请 懂的意思吗 那年后就会一千五 又到了 那很难得 他那个是有版权的 但是完全给我们用 也就是因为有听经 那我不认得 那他愿意给我们 懂的意思吗 自己表起来 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将来送你的长官 送你的朋友 亲戚 都非常好 要表起来 表装严一点 那这些呢 就是法财了 所以呢 我们资格事务 已经把法财红包呢 拿来了 你们也得有钱啊 才能修福报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帮你们有钱 要帮你们有钱 怎么办 要发红包给你们 那这个红包叫做 吉祥法财红包 不是发财而已 是要法之财 也就是以修法为目的 以护法为目的 以协助红法为目的的财 我们呢 做一个居士 佛教徒 赚来的钱 要有四种用途 第一种 生活所需 第二种 以备不识之需 叫除需 第三种 做世间善事 或者发展事业 这一类的 你们发展事业啊 再投资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不需要再投资 你就做世间善事 也可以 但是呢 第四种最重要 不能少 一定存在的 第四种 是什么 供养三宝 护持三宝 修自己的解脱福报 也让三宝弘扬于世 你这四种钱 你这四 赚来的钱分这四种 副总不用等分 你懂吗 你只赚四万元 你不是说你要捐一万 做事业一万 吃一万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分成四类 至于多跟少 你随你的因缘 那你说这里头的娱乐呢 娱乐算在生活所需当中 娱乐是你生活中所需的一类 这个我也没有说阻止你去娱乐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有一部分 四分之一 四分当中要有一份 不能少 每个月都不能少 给自己不能少的要求 就是一定多少 供养三宝 你知道吗 回教徒 基督徒有所谓的十一捐 十分之一 他们是规定十分之一 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十分之一 就是说怎么样 就是说四分中有一份 也不一定要平分 这样知道吗 犹太教更是如此 他们从小小孩子 就几乎有个铺满 你看我们那里还有铺满 小猪公有没有 小猪公拿去很多 怎么回来不到 没太多支 这到底怎么样 猪公飞了 还是你们另外宰了 另外用了 这个要记得拿回来 那有小孩子 让他回去自己除序 每一次除序的过程当中 他就想到万佛寺 在旁边 一样跟我们寄事务请 有小猪公才这样大而已 人家是在搞竞选的时候 才那样弄 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就长期的这样做 好不好 那么这个法财红包 要怎么样拿 请到了之后呢 请到了之后呢 怎么样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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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佛前发愿 愿我弟子某某呢 今后能够什么 经济无愧 经济能力能够增长 能够让我事业顺利 和家平安 然后让我能够有足够的法财 月月不停的来供养三宝 要这样发愿 你去年如果有发愿 今年呢 没有了钱 这样就要还愿了 没了钱就是赚 你懂吗 我们非常无常的 那你如果今年真的有赚 那你更要来还愿 还愿我没有说你要还多少 你也不要拿一个金牌来让我挂 那他恐怖 那怎么办 不是的 就是说你随你能力还愿 没有说你要还多少 我给你的 人家那个蔡英文给一块钱嘛 是不是这样 发红包发一块钱嘛 我当然是给他一百倍 我是给你一百倍 是这样也不少吧 这个钱不再多跟少 在于人家说钱母 几目 钱母 他在生钱的 那人家世间人爱的是世间钱 我们要的是法之财 懂吗 就是我们也不坏世间法 那么给你一个祝福 你儿女有在做生意的赚钱的 你要电话问他 如果真的他要的话 他也要这样发愿 你不要这样塞一个给他 他不会产生恭敬心 他也不懂那个价值意义 你要问他了之后 他说要 他在家里发愿 没来也没关系 最好能来 发愿 这样懂吗 已经领过就不用了 没领过了 等一下我们下去之后 要在这里领好了 再下去在这里领比较好看 还可以录影 纯正 是这样子 来来 没有领过的来 这个 赶快啊 动作要快啊 要领不要胖 不一定要排队啦 就是要领的赶快过来 那我发完了 我们就结束 这就是过年当中固定有的 来法晒红包 来 跪着 阿弥陀佛 我手里拿这个麦克风 就不能两手了 好来 快来 赶快出来 这就慢了 连摆 整个就好 赶快啊 靠过来 不要动作慢 不要等 一直过来 排在这里 排在这里 排着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好来 好 小孙子又不会赚钱 好了 那去 还有一个 怎么还一个 两个孙子 还要三个 那可能不够哦 那赶快再去包一下 要准备一下 stand by 一下 对 我过来 来 赶快 来 要发愿 在旁边发愿 在旁边发愿 这个是要让你们得这种法的利益 那那个师父呢 还有 还会要求你们来围炉 那是什么意思 让你增长对三宝的意念 我希望你们围炉 明年开始 都会是怎么样呢 都会在 在这个 小年 小厨系 就厨系前一天 你先往旁边 小厨系前一天 好 乖 那么围炉 希望大家也要回来 围炉 要围炉 这样子 那你早一点拿到 你就早一点发愿 好 很乖 小滴滴 发愿哦 以后赚大钱 护持三宝 你不要小看小孩子 搞不好其中有一个是未来王永庆 那我就翻了 我就发了我 好 来 好 发愿 有要替家人拿的 如果你打电话了 他同意了 或者你心里觉得他保证同意 那你可以告诉我多拿一个 多拿两个都可以 好不好 由你贪金 由你生 很需要 很需要三宝的祝福 那就要这样 好不好 好 阿弥陀佛 还是你要度你老公的 你替你老公拿一个 替你老婆拿一个 也可以 要度他 好 阿弥陀佛 来 你说我又不是做生意啊 我没有多余的钱 没关系 不了钱就算赚 懂意思吧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有那个 你要供养师父 我们一般呢 其实生活中充满着无常 也充满着什么 你的钱呢 其实是什么 跟五种人共有的 跟疾病 跟冤亲在主 跟灾难 跟儿女 还有跟国家 还有跟医生共有 医生 听得懂吗 医生 你去打拼 你就要小灾 是一样 小偷 冤亲在主 还有你的儿女 对不对 阿爸 请一提来 两份 来 两份 两份就告诉我 三份也告诉我 家里人 帚钱撑 这样 有跟 Unterstützung 这要懂 好 来 增长 智慧 那个谁 那个谁 那个什么叙利 你不是来领红包 领过了吗 他领过了 对对对 刚刚领过了 好 那么我们就今天说到这里 希望诸位 全国 意念我们这个法会的意义 意念预言复始万象更新 要重新整理我们佛教徒的心理 重新为新的一年打好基础 好吧 好 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大众起立 鞋子给我 来 拿下去 拿下去